我就说好人有好报吧 上次我给这位老奶奶帮忙逆了根电杆 今年她家里面修房子 这挖无畅的活必须让我来 就算是她儿子的好朋友也有挖机 并且还大概给他们估算了承包下来的价格 又是优惠又是攀关系的 那都没有用 必须让我来挖 既然老奶奶这么看得起我 今天我们必须要给他把屋场好点挖一挖 开进来了解老板的精神之后 首先我们先把旧房子给他拆掉 像这种老旧的平房 对于我新买的大挖机来说 拆起来非常的简单轻松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怎么轻轻松松的拆掉这房子 感谢观看 轻轻松松三下五十二 整个老房子就拆完了 房子拆完之后 我们再把这些拆下来的废砖转到后面去 老板想用这些废砖从下面填一条路填上来 小伙伴们发现一个猪槽 听说值几百块钱 我们先给它放在边上 等一下带回家送给憨憨小朋友 诶 又发现一个好东西 好像是个波 不知道值不值钱 想放在一边 诶 又发现一个篮球 挖记打篮球 击 球 经过我们来来回回 转来转去 门前这些会砖 终于被我们转到了这后面 我们一直往后面转下去 直接从上往下 给它填一条路 从这里填起来 可以看到旁边老板凝时搭了一个庇护所 应该是修房子的时候就住在这里面 所以就用这些废砖头从这里填一条路 它好从这里手上来 房子拆完了 拆下来的废砖也填到了它该填的地方 但是事情还软软没有结束 我们还要开到后面去 新修的房子比阮仙的老房子 占的面积要大 所以阮仙的场地根本不够 我们需要把后面加宽 因为是新挖街 这里只需要稍微修一修 我们就可以爬上来 为什么爬上来 因为老板想在上面堆一点土 跟我说什么前之雀后选五 屋后面要有靠山家里面才好 要我高点堆一直堆不下为止 反正就是给它尽力的往上面堆 越高越好 挖的时候后面的坡 给它尽量切堵一点 跟我说到时候会切石墙 保住这后面防止这后面垮掉 挖了差不多一半的土 这后面已经堆不下了 现在我们把这里修一修 然后就开下来 再把这剩下的土全部转到前面去 前面有一块很大的空缺 我们把它填起来 这样整个场地就会又大又宽敞 整个场地大致的土都转过去之后 我们再开到屋后面去 把屋后面的坡给它好点烫一烫 给它烫漂亮烫规整 对对对啊 就是这样 从上往下给它刷一刷 刷漂亮 然后再深点挖 因为前面的空缺还插一些土 没有填起来 所以我们在削的时候再深一点 整个地平都给它降一降 再把整个地平降下来的土填到前面 应该就差不多了 你看这个效果就非常的棒 老奶奶看着都笑哈哈 现在我们就从右到左收一收 把多的土收过来 转到后面去 把整个房屋场地给它套平 按照顺势一块一块的收过来 收平整 你看这个屋场基本上就挖出了形状 最后再把堆过来的这些松土 全部转到前面的空缺里面 剩下一点点土再扫一扫 整个屋场就挖好鸟 你看是不是又大又宽敞 这样屋场的场地倒是都收平了 但是旁边还有一颗树药仪 还有路药修 开过来之后 我们先要问一下它这棵桂花树移栽到哪里 我们好先把鸟挖好 然后再挖树给它移过来 大概就是这里呢 我们挖鸟的时候给它挖大一点 别挖小了 到时候栽不进去又要扯出来 又要重新挖 干脆就大点挖 大不了最后多填点土 这棵树比较大 说实话挖机还不怎么好挖 并且挖机挖的树很难成活 跟老板也说了这个事 但是老板说你就挖吧 活呢就活了 没活就没活 反正不怪我 绘化树也不值钱 那我就尽量给它好点搞 我们先四周挖一挖 给它挖空 尽量保留出一个土球 然后伸进去给它这么一挖 把整个树给它挖起来 土有点松散啊 挖了几下土都掉完了 估计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挖起来直接给它种上 我们先给它放进去 然后搓它的树枝把它立起来 反正这些树枝都是要修剪的 挖破了也没事 等它们四周填点土 把树固定住之后 我们就开始给它填土种起来 四周都给它多堆点土 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 最后能不能活 你就只能靠自己了 再把你扶一扶 给你扶正 OKOK 最后我们再把这旁边的路修一修 因为整个屋场都降了降 所以这条路也需要降一降 收一收 扫一扫 弄平整 这条路就搞好了 然后我们防防复复来来回回 把这条路压一压 给它压得邦邦硬 因为后市会拖砖 拖石头 拖建筑材料 路不硬就很容易限车 今天给老奶奶挖的这个屋场 就搞完了 可以看到挖屋仓地基的线也放好了 我们下期再挖 搞完收工 哎就很棒